接着我们要看看静电会产生什么现象什么状况 你们在打开免洗餐具的塑胶套的时候 常常那个塑胶套会粘在手上 这个就是因为静电的关系 静电的关系 ok 然后呢冬天泼毛衣的时候 有时候听到啪啪啪的声音 也是因为静电在放电的关系造成 然后呢这是可能小学玩过的 塑胶纸在头把衣服磨一磨 等一下有个影片 磨一磨 然后可以吸引小纸片水龙头流出来的细小水流 之类的 这也是因为静电 然后行驶一段汽车把手 有触电的感觉 这个你们可能目前没有经验 好像就是你们老师 前两天 前上礼拜 在去办公室用电脑的时候 被电脑电到 静电 我以前是在桌机的时候 比较容易发生 桌机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笔电也会发生 这样 因为静电的关系 就碰一下就触到 那只有瞬间就电一下它马上就没有了 OK 像这样 乙印机也是用静电 乙印机也是用静电 就是 当它有一些另外的痘状 不管它 基本上就是用静电把碳粉吸上来 然后压抑在你所需要的地方上 有一些黑色黑黑的条纹 所以基本上也是因为静电的关系 静电的关系 静电的关系 OK 这个就是刚刚跟你讲过 你小学玩过的影片 弄一些小纸屑 然后磨一磨 另外一个更有趣一点 那是一个黄芷芯老师 磨头发 然后吸引我们的扫把 磨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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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王子兴嘛 那种白痴 然后这边就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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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二一 有这个手组 真的好 磨头发 磨头发 静电 然后吸引 带电的吸引 不带电 带电的吸引 不带电 OK 电量的单位 使用的单位叫做库轮 我们未来基本上都是用库轮 但是有个单位叫做电子电量 一个电子所带的电量 因为马上交到你 它是一个基本单位 给它马上讲这件事情 就是那一 一 你不需要写负 不需要写负 因为它是单位 所以不需要写负 它可以带正电 可以带负电 好 既然有两个单位 就会有个换算问题 有两个单位 就会有个换算问题 一负冷 6.25乘10的1818 你的电子电量 1.6乘10的-1918 负冷 一末是96500 这通常 大部分的情况下 都会告诉你 但是你最好背起来 尤其是最后一个 一末96500库轮 那是我们通常用的 基本上大概的数字 OK 你如果真的不爽背 也OK 因为绝大部分的情况下 它都会在题目里面告诉你 我是一库轮等于多少电子电量 或者是一电量等于多少库轮 但是如果能背起来最好 有单位换算的问题 注意一下 那一末的电子电量是 96500库轮 96500库轮 我们通常用这个数字 通常用这个数字 OK 背一下看一看 欣赏了 OK OK 把它记一下 就是记一下 OK 背 那刚刚讲过的 一叫做基本电荷 基本电量 因为东西都是因为得失电子带电的 我得到一个得到两个 失去三个 失去六个 所以我的带电量都会是电子电量的整数倍 这就是考试的一种提醒 问你下面哪一个电量是可能的或者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写库轮就都可能 因为库轮比电量大很多 所以我可以提库轮 我可以0.5库轮 我可以三分之一库轮 都叫做有可能 但是如果我写成一 那一定要整数 我可以提个一 两个一 十个一 可是不会有一 有二分之一个一 二分之三个一 是不会的 我的电量一定要是电子电量的整数倍 一定要电量整数倍 就是考试的提醒 问你什么电量是可能的 什么电量是不可能的 带电量一定要是电子电量整数倍 如果我给你库轮 就都可能0.01库轮 可以 十库轮 可以 但是我给你电子电量 就一定要整数倍的电子电量 才可以 这就是我们有关于电量 以及电量一定要是 基本电量整数倍的想法 可以吗 可以